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天柱山位于前山县的西北部 是大别山东南高峰 由于海拔较高 山间总是萦绕着一层薄薄的雾气 既神秘又漂亮 当地人就根据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 大面积的种植了一种中药材 并进行了深加工使其远近闻名 这就是前山县的一大特产瓜楼 今天我们就走进这网国古都安徽之园 去看看当地人是如何燕地质疑 开展农业生产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学重要 放心吃喝 农产品质量安全 从农田到餐桌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安庆市的前山县 前山是一个旅游大县 旅游资源丰富 并且依靠旅游 也带动起了当地许多特色农产品的发展 我现在是在前山最为著名的晚山 也就是天柱山风景区 我们可以往四周看一下 曾栏叠障的山峰 绿树成荫 环境优美 至今还保留了原生态的环境 天柱山是国家5A级风景区 并且在2011年的时候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评定为世界地质公园 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 开启探寻前山特色农产品之旅 天柱山位于前山的西北部 距离县城仅9公里 是大别山东南高峰 总面积为413平方公里 其中最高峰的天柱峰 海拔为1488米 站在山上远望 山间总是萦绕着一层薄薄的雾气 既神秘又漂亮 导游小鱼告诉我们的记者 由于受到了大别山的影响 这里全年的云雾天气比较多 变幻无常 时而大雨 时而大雾 至今还保留着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对大概百分之九十七 这么高 对啊 那肯定是物种也很多了 大概1650种左右了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植物的多样性 看现在我们这个 在前山县来说 有个很好一个农产品 就跟我们听众下有个很大的关系 跟这有关系 对 什么农产品 这个呢 是一种藤本植物 然后这个呢 我们当地的人也是比较喜欢吃它 然后这个是属于一种瓜子类的 瓜子 对 叫瓜娄子 瓜娄子 对 您见过吗 没见过 什么样子呀 它是一个植原形的 大概就是绸状的那种 就是像瓜一样 对 得知这一信息 我们的记者很是兴奋 原来 前山的特色农产品 瓜娄最早就是在天柱山上 纯野生的 小鱼还告诉我们 在前山的七里村 有个种植瓜娄的人 非常有名 叫王传闻 被亲戚的称为 瓜娄王 满怀着对于瓜娄的好奇 我们决定下山 去探寻这种 听上去很有趣的 特色农产品 瓜娄嫂呀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去看看了 从天柱山出发 行驶25公里 就到了小鱼 告诉我们的七里村 这里有一半以上的人 从事瓜娄的种植 并且依靠瓜娄 发家致富 刚到这里 记者就被眼前的这一片 好似爬山虎的植物 惊呆了 一眼看去望不到边 从里面走出来的 正是我们要找的 王传闻 王大哥对我们的到来 很是惊喜 言行举止中 透露出非常大的热情 通过简单的交谈 说明我们的来意 他主动带着记者 走进瓜棚 这个就是瓜娄啊 对 你看看 长得像葫芦一样啊 对葫芦 它本来就是一种野葫芦 但是要比葫芦小得多 小得它是野生的 它那个纸皮根都是药材 这个叫瓜娄 它原来就是叫野葫芦 就是野葫芦全身都是毛 这个在瓜娄里面算大的还是小的 那算大的 这是一个新品种 到里面看看 好好好 眼前这一个个跟葫芦差不多的就是瓜娄 它属于葫芦科 扩楼鼠是雌雄异株的多年生草制藤本植物 栽下去后第二年开始结果 果的表面摸起来比较光滑 并且非常的坚硬 它的个头并不是很大 平均重量为800克左右 王大哥告诉记者 它的果实 果皮 包括里面的籽都是上好的药材 大家平常吃的就是里面的籽 它的这片瓜楼地占地40多亩 现在的瓜楼还不成熟 要等到10月份左右才能采收 从他头头是道地谈论瓜楼 我们就能感受到他对瓜楼的热爱 王大哥平时就爱写写诗 唱唱歌 还特意为自己种的瓜楼编了几句歌 您是不是也没有想到 咱们淳朴的招呼人还有这种才艺呢 我给你唱两句吧 好 我家住在大桥头 名字叫做王瓜楼 中瓜楼 抽瓜楼 瓜楼变成井湖楼 王大哥这瓜楼种得好 还有副好嗓 淳朴的歌声 质朴的外表 让王大哥显得更加的亲切可人 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他告诉记者 平时他一有空就要来这片瓜楼地里 看看瓜楼 真是动了心思的想要把瓜楼种好 并且加工出来的瓜楼子 已经经过了绿色认证 属于绿色食品 现在这片瓜楼的种植方式 是高拢栽培 是他经过多年验证而采用的 非常有利于瓜楼的品质和安全 瓜楼更要高拢栽培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的瓜楼根系比较发达 所以它需要更厚的土层 去保养了 它便于吸肥 这样就可以长得更深 对 它那个举根长得更深 王大哥说 瓜楼的根深入土壤的范围广而深 可以达到土中一到两米 因此在栽培瓜楼时 要选择土层深厚 输松肥物的土壤 这对瓜楼的生长有很大的好处 高拢树松的土壤 有利于瓜楼扎根 可以吸收充足的营养和水分 保肥保水 同时还大大的降低了 病害的发生 进入汛期的前山 雨水比较多 瓜楼的根部 如果长期浸在水里 会大大增加发病率 导致瓜楼的产量下降 直接影响到瓜楼的品质和安全 高拢栽培方式有利于土壤的排水 降低了瓜楼 因积水过多而染病的概率 减少了因病害而适用的农药量 保证了瓜楼的种植安全 王大哥除了有一套 对付根结献虫的办法 在地里适用的肥料也很有特色 其中含有生物菌 这种肥料不但能够提高 瓜楼本身的品质 对于周围的生态环境也没有影响 一谈到生物菌肥料 王大哥一脸的高兴 他告诉记者 自己采用的生物菌肥料 是经过认证的 无污染的有机肥 对于瓜楼来说 是没有危害的 它能够提升瓜楼本身的品质 对于周围的生态环境 也没有影响 这种生物菌肥料 包含多种微生物 它能够改善土壤 增加土层中的含养量 有利于瓜楼 对于土层中营养的吸收 促进瓜楼根系的生长 对于瓜楼 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 它能够提高 瓜楼本身的抗病能力 降低了病虫害的发生 这种生物菌肥料 天然无污染 保证了瓜楼的品质安全 它还告诉我们 除了这种生物菌肥料外 还用了一种 有当地特色的肥料 那就是残杀 前山是个养残大县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粪便产生 这对于瓜楼来说 可是一件好事 这些粪便是一种 很好的农家肥 残粪便里面的 钙 蛋 甲元素含量很高 这对瓜楼很有好处 这些营养元素 能够使种出来的瓜楼 不容易裂果 生产出来的瓜楼子 颗粒饱满 口感更佳 同时 残杀里面有机质含量也很高 能够改善土壤结构 使土壤疏松 增加透气性 给瓜楼的根部 提供了充足的营养 增强了本身的抗病性 王大哥说 正是靠着这些肥料 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 保证了瓜楼的品质和安全 王大哥 这儿有成熟的瓜楼吗 这儿没有 都也没有成熟呢 对 像这个还没有成熟 那我特别感兴趣 我想知道它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都还没见过呢 能不能给我摘一个 我看一下 行的 我摘一个给你 这个还没有成熟 直接用剪子就剪下来了 对对 就这么剪下来 就可以了 待会的话 那边还有成熟的 咱们再拿一个成熟的去看看 对 你可以过去比较比较 行 王大哥赶紧切开让我看看吧 好 这也挺硬的啊 对 这个还没有成熟 由于没有成熟 瓜皮非常的硬 不是很容易切开 诶 黄壤这里面是 诶 对 哦 这个籽切破了 这个枣都切破了 对 关键是它还没成熟 那我成熟是不能吃的 嗯 切开瓜楼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 一颗颗籽 镶嵌在瓜壤里面 对 但是黄色金黄色的 这个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我还以为像南瓜那样 就是软的那样的 这个没有成熟的 但因为我煮的就是软的 哦 咱们切个成熟的看看吧 好的好的 来切给你看 这成熟的捏起来就特别软 对 我觉得不用了 直接抠都可以抠 抠可以啊 我试试 我来我来 诶 这个特别软啊 我都看到里面的果肉了 对 但这果肉不能吃啊 你不能吃它 它有一种香味啊 你看 诶 有一种很浓的一种果香味 对 王大哥告诉我们的记者 成熟后的瓜楼就变成了黄色 里面的瓜壤与果皮会分离 紫变成了深黑色 加工之前要用水 仔细地清洗干净 晒干 这样方便后续地加工 王大哥带着记者来到了加工厂 看看瓜楼子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清洗晒干后的瓜楼子 首先要经过筛选 将原材料里面的空壳分离出来 然后进行分级 王大哥告诉我们 分级就是将瓜楼子 按不同的大小个儿进行分离 人工挑选 将一些不好的 不饱满的瓜楼子挑出来 随后放入锅内 混入铁砂进行炒制 十分钟后 瓜楼子炒熟 放入大锅内 加盐水翻炒 随后晾干 让瓜楼子内部的温度 缓缓降下来 这就是最后的成品 加工出来的瓜楼子 要经过制监局的检测 检测里面的水分 农残 以及重金属含量 是否超标 得出一份质检报告 上面的各项指标都合格后 就可以进行包装上市了 参观完工厂后 王大哥请我们的记者 去他家里好好品尝一下 瓜楼子的味道 瓜楼子吃多了 不伤嘴 而且越吃越香 在当地 已经成为了一种 休闲小食品了 听到秋茶 让我们的记者很是新奇 听王大哥说 在前山县有个泥河村 那个村子的人都种茶树 有个叫江成生的人 是种茶高手 建议我们可以去那里看一看 由于路途比较远 我们的设置组决定 第二天再去 泥河村 位于前山县的西北部 到达那里 需要翻越几座大山 一路走来 满眼绿色 师傅咱们还有多长时间能到呀 还要一个小时 还要一个小时 这个种植茶叶的地方 确实挺远的 可以看到周围的山 都是云雾缭绕 天气也是飘忽不定 刚才还下雨 现在已经放晴了 虽然说一路上 我们已经曲曲折折 翻过了好几座大山 路途比较遥远 但是来到这里 伴随着刚刚入秋的天气 还是会让我感觉到 很清爽 特别舒服 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 一直行驶 大约经过了三个小时 我们终于来到了 泥河村 放眼望去 这里犹如山城 很多房子都建在山上 并且周围随处可以建到茶树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茶山上 放眼望去眼前都是绿色 山顶上也挂满了云雾 山腰和山脚下相见着的民房 与整个茶山和谐地融合在了一起 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些茶树都是依山势而长 有的块大一些 有的块小一些 构成了一幅非常好看的画面 那边还有好多人在采茶 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刚到这里 我们正好赶上了茶农们采茶 一层层的茶树很是壮观 这都没路了 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挤过去 全都是露水 大姐您好 大姐您好 我刚才在山顶看见咱们这在大面积的采茶 现在采都是什么茶呀 是秋茶呀 秋茶 对 通过交谈我们得知 他们采收的正是秋茶 并且我们要找的江成生 就是这里的负责人 前面应该就是江大哥了 走去看看 眼前这位精神饱满的中年男子 就是江成生 他对我们的到来很是欢迎 带着记者参观了他的茶园 这里的空气清新 环境优美 非常适合种茶树 他告诉记者 这里生产出来的茶叶 已经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 属于绿色食品 这片茶园很有特色 从总体上看 是在山上顺势而种的 仿佛融入了周围的环境 我看咱们的茶叶也是 不是说一大片一大片 也是有些分散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地址 我们在这个发展茶叶的时候 就是考虑到这个 次元生态的环境保护 所以你就是把这个茶叶 全部你按照当时 能在在茶叶的地方 就能在茶叶 按照这个山形 按照山形 不能在茶叶的地方 就要去 就是行政的 江承生告诉记者 当初在种植茶树时 依托山式分层种植 这种种植方式下的茶叶 是分批成块的 让茶叶最大程度地 生长在原始状态下 能够很好地融入周围的环境 并虫害的发病率 也大大的降低了 江大哥说 常见的害虫 主要是茶小卷叶鹅和茶细鹅 针对于这些虫害的 农药试用量 在逐年的地间 这都得益于 当下的种植方式 顺应自然 依靠自然 并虫害很少发生 并且生产出来的 茶叶品质也非常好 从江大哥的声音中 能够感受到 他对于这种方式的自豪 淳朴的语言 让我们更加喜爱 这位帅真的大哥 江大哥听你说话 特别的有底气 非常有力 你以前是不是当过兵呀 我没有 我渴望当兵 但是我没有当成兵 想当兵没有当兵 我想过当兵 没有当成 在你们那个时候 肯定好多人的愿望 就是当兵 就是崇拜英雄嘛 崇拜英雄 第二个我们 因为我们个人的心 我是谁敢就敢 还是利利奉行的 江成生是个土生土长的 泥河村人 由于村里特别贫困 在1980年外出打工 积攒了一些钱 三年后回到家中进行创业 茶叶一直在泥河村种植 但只是散户 他回到家中 决心要把自己家乡的茶叶 做大做强 带领村子里的人脱贫致富 他告诉记者 每年的八九月份 正是采收秋茶的好时机 河里采收秋茶 不仅不会影响来年的春茶 每亩茶园还能创收五百元 提高了茶农们的收入 并且秋茶喝起来 比较甘甜爽口 香气很是浓郁 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姜大哥采秋茶跟采春茶一样吗 不一样 区别在哪呢 区别在哪 比如是春茶我们要 比如这个牙吧 如果是春茶的话 我们可能要采一叶二叶 或者是这个这么样采 但是我们秋茶就能采这么样的 直采牙筋 直采牙筋 秋茶我们想做一点高品味的茶 姜大哥说 采秋茶之所以直采牙头 是为了防止茶树在越冬时被冻伤 并且如果叶采得多了 会直接影响到来年春茶的产量 看来这秋茶的采摘 还真是挺有讲究的 姜大哥告诉我们 等采摘完了秋茶 整个茶园就不能再采收了 确保来年春茶的品质 他带我们参观完了茶园 来到了加工车间 说是会有惊喜 给我们卖了个关子 这让记者很是好奇 采摘回来的茶叶 首先要经过摊青 里面的水分会逐渐蒸发出来 可以提高茶叶的品质 随后则是杀青 锂条 成形 烘干 烘干是在底下放入木炭 上面放上茶叶 用炭火的热量来给茶叶加热烘干 姜大哥边走边给记者介绍 让我们感到特别的 使烘干这个程序很有特色 这个是 这是成品的干茶 在烘干 烘干 这是一张纸吧 这是 这纸 是纸 但是这个纸不是扑扑扑扑扑的那个纸 这是我们全身县地生产的兜裂的一种 叫桑皮纸 桑皮纸 也叫昏皮纸 姜大哥说 这种桑皮纸烘烤记忆 对于茶叶的品质和安全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是前山县当地所特有的 为了让我们的记者了解得更清楚 姜大哥特意单独拿来一张 这在阳光下看特别的通透 对 它比较通透 第二个韧性比较高 而且很软 摸起来 这个很滑 而且这一面略微有点粗糙 跟宣纸差不多 但是它比宣纸的韧性要大 不用一波 这个质量特别好 质量特别好 耐用 它不生虫 这么多好处 这么多好处 原来这桑皮纸就是姜大哥给我们的惊喜 这种桑皮纸有韧性有拉力 并且吸水性强 没有任何的气味 不会污染茶叶 它的燃烧点高 不易烤糊 并且通透性比较好 能够将热量很好的传递上来 在进行烘干茶叶的过程中 热量透过桑皮纸会变得柔和 使得茶叶的表面受热均匀 里面的水分会缓慢地蒸发出来 这对于茶叶的品质很关键 而且更重要的是桑皮纸能够有效地阻止 茶叶当中的小碎末掉入下面的炭火上 引起烟雾来污染茶叶 确保了烘干时茶叶的安全 烘干完成后的茶叶就算是完成了 在包装之前要经过质检部门检测 检测里面的农残水分和重金属是否超标 得出一份专业的质检报告 一切都合格后就可以包装上市销售了 江大哥带着记者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农家小院 让他亲自体验一下秋茶的口感 江大哥告诉我们在当地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春茶苦 假茶色 要好喝秋白露 秋茶的品质没有春茶高 但喝起来甘甜爽口 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独特的种植方式和加工方法 成就了茶叶的品质和安全 秋茶独特的味道也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前山 瓜楼和茶叶这两种特色农产品 作为当地的支柱性产业 给前山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当然 安全和品质同行 也是他们一直坚守的准则 和对农产品的承诺与保障 好了 朋友们 本《青农逛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了解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进行查询 感谢收看 再会